香港女星谷雅薇 近期開始在社群平台釋出一系列美食測評短片 獲得不少網友的青睞 日前她到人氣餐廳用餐時 為了拍攝影片而使用了補光燈 期間一名店員站在她斜後方 一次罵了一句髒話 被谷雅薇小英處理 對方的臉部也打上了馬賽克 隨後一名店員上前 要求她關掉補光燈 她也叫做了 不過谷雅薇立刻抗議表示 需要她關掉補光燈的話 可以好好說話 但剛才那名服務生的態度真的是太差了 讓該店員馬上向她道歉 影片曝光後 不少網友都認為罵髒話的店員真的很沒禮貌 然而也有網友直言在店內開補光燈拍攝 若沒經過店家的同影 這是谷雅薇的不對啦 而且影片經過剪輯處理 該名服務生是不是在罵她也不一定 現在請到我的局алы 或許 Bronze